大家好 我是應傳媒的邀請 作為民主派召集人回應 關於今天人大的會議 將港版國安法納入議程 亦都就著更改了自行作簡短的回應 大家都知道今天將港版國安法納入議程 但究竟這個審議之後是否會進行即時通過 我們不知道 但是根據中國自己的立法法 其實就著一些有重大爭議的法例 在過往是希望體現到一個民主的制度之下 是可以廣泛吸納意見 是應該有一些座談會 公聽會等等 是希望可以就著相關的法例 廣泛地採取或者吸納意見的 這次不單止在香港引起很廣泛的討論 甚至是憂慮 更加在國際層面上面 是大家引起非常之廣泛的關注 但是似乎中國就著這條的港版國安法 是連他們自己本身的立法法 他們自己都沒有跟隨的 那究竟這次立完進去這個議程裏面 我們的港版國安法究竟是會進入去甚麼程序 我們不單止是沒有內容 沒有條文 我們更加不知道他審議 甚至是通過需要多久的時間 每一天我們打開報紙 這份報紙就估計是六月尾 那份報紙就估計是七月頭 總之只有一個結論 就是要大家在立法會之前 就要通過這條法例 因為可以提供一個基礎去DQ候選人 這個對香港人來說是絕對不能接受的 另外一點就著這個更改字眼 大家都有留意到 在上個月黃臣的文章裏面 或者之後的其他公佈 我們見到和今天的比較 是由這個干預變成了勾結的 那當然呢 干預在香港都有一些刑事的法律 或者相關的法律 都是有干預這個概念 甚至是有這個適宜的 但是就著勾結 本身無論是在香港 或者甚至是在內地 都沒有就勾結 有一個很具體的適宜 那我作為一個受普通法教育的 一個法律從業員 我對此表示非常之憂慮 因為用勾結的話 其實是一個連在國內都沒有一個很具體的 一個適宜的情況之下 而在這次第一次在港版國安法應用 我們是有理由 或者甚至是擔心 非常之擔心 他會將這個適宜是無限擴大 甚至是用到這個 一個羅釋罪名的一個手法 因為大家都明白 如果根據這個普通法的話 其實一些過往的案例 又或者是一些適宜 我們是應該要跟隨的 那麼這個是一個 是起碼可以確保到 一個叫做 一個可以預計的 一個很重要的 predictability 這個情況 但是如果我們連勾結 包含什麼的罪行 或者行為 我們都不知道 我就表示非常之擔心 因為其實現在 那羅列了的那四項罪名 某程度上 你看回中國的刑法 你大概都可以掌握到部分的情況 當然 一定是完全是具體地去進行 但是現在如果連勾結 在國內都根據他們的刑法 都沒有一個很具體的適宜的話 我對此是表示非常之憂慮的 而且 這次現在看回新華網的公佈 似乎不單止是說罪行 還會就著他的刑責等等 是會作出相關的一些討論 或者甚至是規定等等 但是到今天我們仍然是不知道 就是對內容是一無所知 那昨天去到 大家都看到了 我們怎樣問司長也好 局長也好 也都是沒有回應 剛才司長也都要再三去確認一下 是不用擔心的這些影響少數人 但是大家不要忘記 一條法律在香港發生的話 這個是影響了七百萬 超過七百萬的香港市民 法律就是這樣的了 所以不是說你一句話 只是要影響少數 這些講幾多次 香港人都不會相信的 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一條的港版國安法 是將三樣東西合併在一起 將三個額合併在一起 這個包括這個我們叫做國教 跟著另外就是二十三條 再加上送中條例 三合一一次過 香港人要 這個就是現在這樣的情況了 小到處 你問過 說過 你問過 你問過 你們說過 很大 很恐怖 但是 你問過 有差距的 發言 你問過 你問過 我問過 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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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 things are here is as far as i can remember There is no concept about coalition in either in Hongkong or in China So the NPC may give this word a very wide definition in order to in order to enlarge the possible act or omission that may brings to the offences 所以我真的很擔心这种状态 甚至如果我去法判判的法判 我不能看到任何法判断的法判 所以在这种状态 尤其是这个法判的法判 在香港 我相信它会更加关系和恐慌 所以我建议 这种状态的法判 或NPCSCE 他们必须 disclose 整个法判的法判 我们甚至不知道 是否判断这个法判 或是当时判断这个法判 而且这种法判 国内的社会 有很大的关系 这种法判 是很大的关系 关系的法判 包括G7 我真的要求中国政府 把整个法判的法判 最快是可以 谢谢 謝謝